风声 雨声 读书声 生生入耳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大家好 这里是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每天陪你学习 进步 成长 农历七月 在民间被称为鬼月 但是在佛教中的七月是孝亲报恩 祈福修善的吉祥月 报恩月 孝亲月 从古到今 每逢七月十五 寺院将起见于蓝盆报恩孝亲法会 农历的七月三十更是地藏王菩萨圣诞 因此 在整个农历七月 秋子将陪伴大家谈谈地藏菩萨感应事迹 分享读《读诵地藏经》或《地藏菩萨圣号》所带来的不可思议效果 希望在迷茫困境中的你找到一盏明灯 驱散黑暗 以下故事 乃真人真事 均以第一人称 题目为 301医院专家惊呼奇迹 送地藏经病放生 打破医学定论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07年底 我还在韩国首尔出差 那时 我们谁都不知道我妈妈已经病了 包括我妈妈自己 妈妈是在一次例行的体检中 被医生建议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那时 我妈妈自己并无明显的不良感觉 但当检查结果出来后 全家人都傻了 妈妈得了健治瘤 妈妈生来胆小 一听说要手术 心就慌了 我一边哄着母亲 一边请朋友帮忙 住进了301医院 因为根据网上的信息 对健治瘤的医治 301医院是最好的 这时 我跟家人商量 我出钱 弟弟和妹妹处理 因为我在外企工作 负责亚太区的业务 出差是常态 照顾不了母亲 主治医生告诉我 三天后 手术 从现在起 开始禁留时 一切进展的 似乎很顺利 春节前 北京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 为了在手术前准时到达 我和家人 特别在医院旁的酒店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赶到了病房 医生却告诉我 手术取消了 原因是年底 医院的手术用血用完了 我让母亲别急 然后找到医生说 我母亲不是特殊血型 我们一家人 血型又一样 家属献血行不行 医生说 这是一个大手术 家属献血 解决不了问题 另一方面 你母亲已经70岁了 我们是腹外科 从腹部开刀 需要两个刀口 你母亲的身体 很难承受得住 极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不死心 又跑进办公室 单独追问医生 是否还有其他的办法 医生告诉我 我们已经尽力了 并且 我们还做了 跨科室的沟通 也上了院里的专家会议 这是我们研究后的 共同决定 要不 你再去胸外科试试 但现在 得出院 不能站着床位 我明白了 医生没办法明说 他们看不了 但如果他们都看不了 那又有哪家医院 能看得了呢 此时我的心 疼极了 我只好给妈妈办了出院手续 并把妈妈接到自己的家里过年 我哄着母亲说 现在做手术的人太多了 医院真是没血了 人家也得过年啊 年后 咱们再住进去 现在得休息好 让自己撞起来 要不 手术时没体力 望着妈妈的腹部 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肿瘤在长大 我知道 胸部手术的风险 要远大于腹部的手术 我对自己说 我对自己说 跟他拼了 只能继续找医院 再把妈妈接收进去 别的 没有路了 望着窗外夜空里绽放的烟花 想着医生对我的回绝 我知道自己是在挺住 心力交瘁 忽然 我想到了地藏经 只是脑子一闪 这部经典还是去朋友家时 随手拿的 一直躺在书架上 我只知道 地藏经能消灾解难 曾经翻看过 但里面的生辟字很绕口 就又放了回去 我知道 虽然自己吃素十几年 并在学习国学 但每天忙于工作 对佛法 一是不了解 二是没有生起正信 对 诵地藏经 求地藏菩萨救救我妈妈 这是我所能知道的 唯一的办法了 于是一个人跪在那里 嘴里念着地藏经 心里想着该怎么办 口干舌燥 欲念纷飞 乱极了 当我把妈妈的片子 又拿给胸外科的 主治医生时 医生告诉我 这是奔门癌 目前奔门癌术后 三年的存活率 几乎是零 而不手术 就是等着饿死 因为肿瘤还在继续长大 不断挤压着食管和胃 我跟医生说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都会认为是最好的结果 我不敢想自己此刻的决定 对妈妈是好还是坏 回到家后 我对家里人说 我打算辞职了 我爸爸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 我必须得把我妈妈拉回来 然后哄着妈妈说 我问过医生了 还是健志流 这回是胸外科做 年后 我妈妈又住进了301医院 等手术的时间 是漫长的 同一房间的病友 来了又走 但就是没通知我妈妈做手术 我找到医生 医生告诉我 这是台大手术 我们没有把握 需要选一天 你母亲身体状态非常好的时候 同时 我们的体力也跟得上 这一整天 就只安排这一台手术 然后全科室的医护人员都上 我明白了 即便我找到最好的大夫 也不能保证 我妈妈就一定能回来 于是 我每天发了封试的送地藏经 每当念到光木就母时 痛哭不止 医生告诉我周五做手术 周一早上 我照常在家送地藏经 念着念着 忽然耳旁听到一个声音 放声 这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 正在愣神中 忽然手机响了 我以为是医院打来的 却原来是一位朋友 他学佛 一上来 就问我最近在干嘛 怎么不见人影 我直接问他 放声是怎么回事 他乐了 说总算明白 为什么自己一大早 什么也不顾 赶着给我打这个电话 他给了我一位朋友的联系方式 说找他 可以搞定此事 并嘱咐我 放完声后 去他家一趟 对方是为老人家 因病获得地藏菩萨的救治 目前退休在家 帮助大家放声 我说 叔叔 我没概念 也不懂 两万元放声 够不够 对方顿了顿 说需要时间准备 要我周三一早 去他家 我一大早 带上钱 去找这位老人家 然后一起去了 当地的水产市场 一到那 我就傻了 因为有很多人知道 今天要放声 自己开着私家车 已经提前赶到那 准备帮忙 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我们一起把水产市场里 所有活着的鱼 跌等 都买了 装入大卡车内的水池里 没有开车的朋友 都坐进了一辆中巴车 满满一车人 一路送着佛号 来到了圣泉寺山下的河边 远远就看见 那里已经有几十人 在等着我们 只为帮助放声 其中还有两位出家的师傅 帮助主持放声仪轨 我除了被感动得直哭 什么也帮不上手 在做功德回向的时候 出家师傅也哭了 她走过来安慰着我 你和你母亲有很深的因缘 别再难过 你在救你妈妈 而你妈妈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 成就你 放完声 我如约来到介绍我放声的朋友家 客厅里 放着一把古琴 上面盖着一块红布 另一边坐着一位民间的中医高手 背景音乐也是古琴 我听我的朋友提起过这位中医高手多次 但从未见过 这位中医高手又通一经 我讲了我母亲的事情 她一边听 一边起挂 忽然此时 盖在古琴上的红布 自己落了下来 她笑了 说这挂不用算了 这叫外影 大吉 只是在手术期间 要继续放声 我激动地跳了起来 第一次 看到了希望 周五一早 妈妈进了手术室 我让妹妹去继续放声 而我留在楼下守着等结果 心里在一刻不停地祈求妈妈的平安 一个半小时后 突然广播里 通知我妈妈的家属 在手术室外等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楼 心里在想 才一个半小时 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透过隔离门 我看到医生 穿着拖鞋 手里拿着一个托盘 慢悠悠地走过来 医生摘下口罩 满眼都是笑意 对我说 手术非常成功 托盘里放着的 是取下来的肿瘤 17公分大 医生告诉我 这完全超出他们的预期 原以为手术会进展的异常艰苦 但现实却是非常的顺利 医生自豪地说 你摸摸这个被切下来的组织 被包裹得非常完整 没有一点破损 而且大肿瘤里 套着很多个小的肿瘤 在这个位置上长这么大的肿瘤 我从医这么多年 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们会把它作为标本 并作为建院以来 在这个领域内 最成功的案例 我下了楼 在众人面前 哭得像个孩子 数后十天 护士长通知我们出院 我找到主治医生 要求再住一段时间 医生同意了 并将我妈妈 转到另一座楼的病房住下 我请弟弟帮助做这一切 我回公司去办理离职手续 我知道 手术的成功 只是第一步 第二天一大早 当我来到新病房时 所有病友都用精益的眼光看着我 妈妈说 她昨晚做了一夜的噩梦 把所有人都吵醒了 我急着问 地藏经呢 因为这段时间 我都会把一本地藏经 放在妈妈的枕边 以期望这样 能保佑妈妈平安 但昨天因为搬房间 这本地藏经 被放进了衣柜里 妈妈说 她昨晚梦到一群小鬼来抓她 妈妈拼了命地跑 但最后 还是被一个小鬼追上 把妈妈头厚的一缕头发剪下 跑掉了 这个夏天 我接到了301医院的电话 他们进行电话回访 问我妈妈现在状况如何 我说很好 对方说 是真的吗 我说 是真的 对方说 是真的很好吗 我说 是真的很好 电话那边 分明已经急了 一句一句的紧逼 变成了质问 她以为我在说谎 反复要我确认 她说 他们目前根本没有 奔门挨术后存活三年的记录 并问我病人回到家后 都做了些什么 我说 我妈妈现在 的确非常好 并且没有术后 都会出现的反流现象 从医院回来后 我们请了最好的中医大夫 给我妈妈进行了调理 并不断地放声 送地藏经 当然 这些您可能不信 对方停了一会 说 这些也不是没作用 妈妈现在 已经全好了 天天去公园里 继续打她的太极拳 她并不信佛 但妈妈知道 是地藏王菩萨救了她 家里人也不信佛 但成全了我在家 全职照顾妈妈 现在 我自己在注印地藏经 虽然各个版本间 多有不同 但坚信自己在做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并且 并且 请诸佛菩萨 赐给我一位老师 让我可以系统地 学习佛法 并生生世世去实行 感恩释迦牟尼佛 感恩地藏王菩萨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有所收获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成就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晚九点再见 南摩地藏王菩萨 南摩阿弥陀佛 南摩地藏王菩萨 南摩地藏王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